美方的倒行立施 破坏不了新疆发展的大局 阻挡不了中国前进的步伐 扭转不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的错误决定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方利益的言行 如果美方执意妄为 中方必将采取有利措施 予以坚决回击 我注意到有媒体评论指出 阿桑奇案充分暴露了美国在 新闻和言论自由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看来任何人都可以享有新闻和言论自由 唯独不能有批评揭露 美国犯下的罪行和劣迹的自由 否则就会像阿桑奇那样身陷淋雨 当美国再次大声疾呼 要维护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时候 人们会联想到阿桑奇的命运 我们敦促美英等国摒弃冷战思维 纠正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为维护国际团结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做些有益的事情 而不是分裂世界 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 人为设置障碍 我们敦促澳方 诚实面对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 对澳大利亚扩充军备的关切 而不是试图以民主自由为名 转移视线 以意识形态划线 树立假想敌